HELLO,大家好,我是IDY 最近我不是買了很多新粉底嗎? 其實不只是粉底,化妝品的情況都差不多 所以又可以來一集新玩意,Get Ready With Me 應該大家都很有興趣的 NARS的Light Reflecting Foundation 今天我就是用了它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它即時上妝的效果 然後我又有什麼新的化妝品 然後化我臉上的這個妝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好,一切又由素顏開始了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又選了,這裡又選了,這裡又選了 我還要照鏡才知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現在先戴上鏡子 新出了Olive這個色號 很多朋友都想看看我戴上眼的效果 我最近發現了用這種鏡子和吸盤去戴礦 是非常之方便的 我們夾起了一隻礦 然後放上吸盤那裡 然後直接放進去 這樣就戴到了 這樣一個膠盒裝著又不怕不見 它的綠色是看得出的 不會說戴上去之後變啡色 但也不會很浮誇 因為今天用的粉底沒有防曬 所以我要先塗一層防曬 這個有SPF50加,PA4加 這款是物理防曬 它推開的時候有一點白 但一會兒吸收了是沒有感覺的 我覺得它有滋潤度 推開的時候有一點柔柔的 所以遲些夏天可能沒那麼適合 它是冬天用的防曬多一點 但以物理防曬來說 它是不厚重的 也挺舒服的一本 然後我就先上了粉底 一買了之後 是瘋狂被大家DM炸爆了的 Light Reflecting Foundation 我選了的色號是M1 你會看到非常非常之好推 平時我就習慣了上遮瑕膏 但我知道大家很想看看這個粉底的表現 所以今天先上了粉底 今天用的美妝蛋是來自Spicy Choco 我也是最近收到的 印開它是很薄很薄 非常之貼的 遮瑕度我覺得是屬於中低而已 上了一層的效果 好像Second Skin一樣 很自然 很貼服 你會看到一個很健康皮膚的光澤 做到均勻膚色 但遮瑕度 黑眼圈還在 也挺明顯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很多瑕疵要遮瑕 就不要期望這個粉底可以一層就搞定 因為它的遮瑕度不夠 我還是先遮遮黑眼圈 定妝方面我覺得它們兩個是完美的 用回自己的碎粉 但今天想用新玩意 所以就不用這個 我打算用Laura Mercier早派伸出的粉紅色碎粉 就這樣看上去真的是淺粉紅色的 那我就試試用碎粉掃 好像拿得太多粉了 讓我掃開它 另一邊我就用它們限量版的粉撲 它跟Laura Mercier其他碎粉一樣 都是比較密碎的 你看到上了一層之後 之前的粉底的光澤已經壓過了 這個粉撲是兩邊用的 剛才我就用了短毛的這一邊去上碎粉 然後現在就用長毛的這一邊 我覺得這個設計也不錯 而且它真的有用的 如果你是上得太多的話 長毛這一邊是可以帶走多餘的粉 眉毛方面我還沒有新玩意 所以畫完眉再回來 你們看看我又用完了 可以買新東西了 下個月的新玩意Guess Ready With Me 應該挺開心 因為我買了很多韓國的新化妝品 然後到今天的另一個主角出場 就是Natasha Delona的眼影胭脂盤 下面有五格眼影 然後上面有胭脂和highlighter 我終於寫得第一次摸它 真的很滑 它就算是霧面的顏色 也是很平均 然後珠光金屬這個顏色 光澤 哇 不得了 但是我用掃去拿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的飛粉 之前的迷你盤是沒有這個情況的 上眼的效果比我想像中粉色一點 沒有那麼滑 然後我用深一點的這個顏色 滑上去這個啡色不會相差很遠 是一個很自然的漸層 它的粉是很滑的很細緻的 但是我真的沒想過會跌粉這個問題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一路化妝後面有一男人一隻狗在這裡 哈哈哈哈做背景啊 然後用最深的這個顏色 跟平時一樣都是先打開眼睛 然後就用這個珠光閃粉色 就是這個一滑上去 好漂亮啊 它的光澤真的是 怎樣啊 你們在後面疼夠了嗎 我滑了眼影那麼久 你們疼了那麼久 我想給大家看看它飛粉的問題也挺嚴重 這裡全部都是閃粉 在這個位置我要扣一點點分 因為它是Natasha Delona 然後這一盤也要差不多500元了 應該是可以避免到飛粉的問題的嘛 睫毛膏我有新啊 韓國牌子來的 我非常之喜歡這個刷頭 很容易梳睫毛啊 我忘了帶一個電熱睫毛器過來啊 我特意訂多了一個 打算放在這邊 不用整天要記著帶來帶去 但是還是忘了帶 這款睫毛的好處呢 就是它真的不會怎麼不小心 放在眼皮上 但是呢 對於我這些下塔的睫毛呢 它依然是做不到那個卷竅 我一定要靠電熱睫毛器啊 或者是睫毛夾呢 才可以做到那種太陽花的效果出來 然後到胭脂呢 我就不用Natasha Delona 因為我手上這個更加漂亮 大家尖叫啦 裡面真的很漂亮啊 看不看得到很細緻的花紋啊 我用過幾次的了 不會說一掃就沒有了 它是有少少磚紅色 在臉上呢 是會像日曬的感覺 很健康的 這個顏色無論做胭脂 或者做眼影都會很漂亮的 而且它也挺顯色的 大家如果用上臉的時候呢 都要控制力度和份量 它本身有掃的 但是這個掃呢 我就覺得真的一般好用 所以用回自己的胭脂掃會好一點 來到光影 我今天用的是Clay Deport 它不是新款 但是最近有朋友幫我買了 都算是我的新玩意 Clay Deport 他們本身裡面細嫂的質素都不錯的 所以我會直接用上去 哇 那個光啊 我先掃開它 哇好棒啊 它連highlighter都有那種貴婦的香味 現在整個人立體了 是不是差很遠啊 唇膏方面我手上最新的還是Chanel的白款 上次用過916 今天試試用922 這個顏色漂亮的 但是對於今天的妝 不知道會不會太桃紅色呢 試試看 我試試薄一點 不要塗得那麼厚 我順便試試 如果塗到最鮮色 它可以變成怎樣 這個系列應該算有色潤唇膏的 因為很好塗 之後不會說很飽和的 顏色顯色得來是有透亮感 就算我現在塗到很厚 很鮮色也好 它也不會是那種實的的感覺 都蠻漂亮 而且都真的蠻潤的 我特意留在這裡給大家看看 如果有死皮的時候 情況就會這樣 有一點點卡 但又不會令顏色很噁心的 妝就化完了 最後一個步驟 大家應該都很有興趣的了 就是我最新收到 Laura Mercier 他們第一次推出的定妝噴霧 第一個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的包裝 淺粉紅色 然後圓圓的蓋 是很可愛 好像奶瓶一樣 不知道能不能顯示到 它有一點點水珠 噴出來不是霧化的那種 我噴在手上大家就會明白了 它的水珠也蠻大的 所以我會用一個美妝蛋 把它推均勻 噴了這個定妝噴霧之後 你會即時感覺到有一個保護膜 在臉上 不是悶焗的 不是厚重 但是有一個緊緊的保鮮膜的感覺 它是很清爽的 所有的粉感或黏黏感都會消失 而且它的持久度是非常之好 我試過由早上到晚上 妝完全沒有變 所有的胭脂 然後highlight 眼影全部都還在這裡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容易溶妝 滿熱的天氣用是好的 不過它噴出來的那種水珠 我就有一點扣分了 好像很少在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裡面 弄完頭髮這一部 整件事有沒有方便 我就這樣拖拖髮尾 其實就已經整齊了很多了 好了 頭髮整理好之後 今次的get ready with me 就來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妝呢 我自己是很滿意它健康的光澤 然後很細緻的感覺 是不停地照鏡的 如果大家想看這個粉底 NAS的light reflecting foundation 它的測試一天 一天表現如何 持久度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等大家的反應 我再決定拍不拍 有沒有發現 金山和初牌已經起身下床了 所以我要拍完結尾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 our 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色錄下週三 和日日錄下週十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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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